看一下这是加州美发美容师考试的通知 上面提到的一些注意事项是吧 咱们把它放大看一下 首先看右上角这个部分 before scheduling your examination 应该都称scheduling对吧 可以这样读 在定时间 给你的考试定时间之前 确信 b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this bulletin 确保你理解内容属于这个公告 bulletin是公告 以前咱们听的bulletin 报的 就是公告版的意思 报的版子 Please retain and use it as a reference when contacting PSI 请保留 retain 保留 也可以当聘请讲 拼请律师什么的 这里是保存保留 请保留并且使用它作为一个参考 当联系PSI PSI它这个是美国一个承包官方 什么房地产经济证啊 美容实证美发实证的这么一个外包机构算是国企吧 类似于 就是官方把考试业部包给它 他们去做 licenser 就是发牌照的行为 咱们说license是牌照 那么licenser是发牌照的行为 PSI是个机构 这个机构发牌照的行为 certification指的是证书 一般特指职业资格证啊 或者协谓证之类的 下面是它的地点啊 是在NV是内化大轴啊 拉斯加斯那边啊 它有这个网站 然后89121是右边啊 我们看一下 标题是California Board of Barbering and Cosmetology 加州委员会 属于理发和美容师Cosmetology 咱们见到的Cosmetic 是化妆品的啊 那么Cosmetology 这个ology代表什么程度是学啊 比如说Biology 生物学对吧 Geography 地理学啊 那么化妆品的学问呢 就是美容师 美容师负责人们的妆容吗 皮肤吗 这个Barber 指人的毛发啊 理发 负责人的头发的这个美化的啊 理发师和美容师 这个委员会啊 Candidate Information Bulletin Candidate一般指的候选人 这里指的是参加考试的人啊 参加考试的人 信息公告吧 信息公告 然后这个大的圆的呢 是加州的章啊 写着The Great Seal of the State California啊 伟大的印章属于这个州 属于加州啊 这个写的Euraca 这个不懂了啊 这个好像不是英文啊 是一个 一个武士吧 是印第安的 是什么 拿着一个长矛的这么一个人啊 还有这个棕熊啊 下面这个 Content Art Line啊 Content是内容 Art Line是提纲啊 内容提纲啊 向外的线 Art的向外 Line是线啊 内容提纲 Examination by PSI License Certification 第一个指的是考试 被PSI所组织的考试啊 那么 为了什么考试呢 为了License啊 为了发执照 为了拿到这个职业 牌照啊 所参加的考试 要获得一个证书啊 第二部分是 Objective of the Board 目标属于这个委员会啊 就是加州美发 美容师委员会的 这个目标和宗旨 第三项是 Eligibility 合法性 合资格性 Eligible是 有资格的 那么 Eligibility 有资格的这个能力 符合资格的特性 下一个 Examination Development 考试发展 Examination考试 Examination考试 Development开发或者发展 Establishing the passing standards 确立这个通过的标准 都是分极格 Criterian Reference Scoring Criterian是标准 跟这个standard差不多 评判的标准 Reference一般指参考 标准参考的scoring 是得分分数 它的词根是score score打分 标准参考的这个分数 怎么打分的 Reporting to the examination site 报告 给考试地点 关于考试地点的这个内容 第一项 Required identification at the examination site 被要求的身份信息 身份证 在这个考试地点 你要去考试 到了考场 你要出示身份证 就是意思 California Law Security Procedures 加州法律安全的程序 是不是安检啊 我猜啊 你说咱们看一下内容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available 合理的住宿可以获得 你到那儿远道来的 那么可以要求提供住宿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aking the examination 重要的信息 关于参加考试 一些特殊的说明 Emergency site closing 紧急情况下 场地的关闭 一旦遇到火灾了 遇到地震了 那么考试考的半岛 可能会关闭 下一个 Scheduling的written examination 给什么什么定时间 给笔试 给写的考试定时间 下一个 Rescheduling的written examination 重新定时间 给这个笔试定时间 比如说定好时间之后 有事来不了 那么可以再约时间 Mist appointment or late cancellation 错过的预约 或者迟到了的取消 那么定好了 哪天几点考 你没来 就是错过了这个约定 那么或者你 想取消考试的时候 取消晚了 人家规定你三天前取消 结果你 一天前才想起来取消 这就晚了 对吧 是这意思吧 有展开内容 understanding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理解这个考试的结果 对于考试的成绩 对你做出解释 多多分怎么来的 additional BBC forms 额外的 BBC 咱们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但这里不是了 这里指的是在这 看一下 这个B是Bord委员会 第二个B是Bubbering 美发史或者理发史 C呢指的是 Cosmetology美容史 委员会属于理发和美容史 BBC 是这个BBC additional BBC forms 额外的加州理发 美容史委员会的表格 form是表格 Testing site procedures 测试地点的程序 在考试地点哪些程序 scope of written examinations 范围属于笔写的考试 笔试的范围 Taking the written examination by computer 参加这个笔试 通过电脑参加 击读击打 对吧 是意思吧 identification screen 身份的屏幕 screen可以指 好像筛查吗 筛选吗 这里指的屏幕 身份的屏幕 你要考试呢 你要先登录啊 你要先验名证身 需要填一些你的姓名啊 什么身份证号之类的吧 Tutorial Tutorial Tutor 它的前五个字母 指的是老师或者导师 那么Tutorial指的辅导 指的是考试前 那么它可能给你一个演示 怎么怎么按 那个按钮对吧 Test question screen 考试问题的屏幕 比如说经过测试了 经过登录了 没问题了 那么你就进入考试 这里看到的是 考试所提出的 需要你答的问题的这个屏幕 最后一部分是 Testing site locations 测试地点的位置 也是加州 南加州 北加州 那么在哪考试 加州特别大 对吧 这是第一页啊 咱们就说到这里啊 好了 一会儿再说第二页 一会儿再说第二页 谢谢大家